熱血熱潮過去只能乖乖回來上班 只不過一早起床 還是感覺好冷好冷 中央氣象署觀測 台灣本島清晨平地最低氣溫 出現在桃園陽眉8.5度 新北石門8.5度 苗栗三彎8.6度 台南以北到宜蘭 仍然籠罩在10度以下低溫區 寒流最強的時間已經過去 今天開始寒流是逐漸減弱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 可能未來在周日之前 北台灣地區整天感受 還是比較偏冷 或到偏涼的感覺 中南部地區 因為早晚氣溫比較低 最冷的時刻已經過去 不過冷空氣影響還在持續 氣象專家證明點 也在臉書PO出天氣圖 日本海上的低壓強度不弱 還有小低壓不斷生成病入 讓台灣低溫時間再被拉長 加上輻射冷卻效應 全台各地清晨低溫 還是讓人冷的屁屁剎 直到白天太陽露臉 氣溫渴望緩步回升 高壓的位置在台灣的西北側 也在中國的陸地上面 未來在周日之前 這個高壓都還沒有很明顯的移出來 東移出去 所以在這之間周日之前 台灣附近都還是比較偏東北風的影響 既然是偏東北風 都還是帶來一些比較偏冷 偏涼的空氣 因此溫度上面只會逐日的緩慢的回升 週四天氣恢復穩定 迎風面的北部東半部雨量偏多 中南部則有機會見到陽光 週五週六氣溫持續回升 白天高溫全台都有機會達到20度以上 但受到東北風影響 早晚偏涼 溫差大 早期晚歸的民眾外套還是得要隨身準備 這次我們最好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